你哭著對我說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廢話我當然不肯是你的王子啊 我是女生耶 好啦好啦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這款光明之子 就是一款有關童話的遊戲喔 誰說童話故事一定要惡搞 才能翻上遊戲舞台呢 這款光明之子可是很唯美的喔 趕快來看看遊戲畫面就知道啦 也許你不會懂 在你說愛我以後 還記得先前在9月份 Ubisoft曾經公開一款 橫向卷軸角色扮演遊戲光明之子 今天要和大家好好介紹這個 看起來不怎麼華麗的遊戲 本作是由極地戰豪3的創意總監 和刺客教條兄弟會的首席編劇 是一首打造的全新故事內容 看畫面是不是有點唯美 又有點類似前陣子大賣的魔龍寶冠呢 本作是敘述關於歐肉拉這名年幼的女孩的故事 她雖然病倒但並沒有死去 反而在另一個世界蘇醒 遊戲將描繪有關她是如何跨越難關回到家中 遊戲中大量使用了經典童話故事的強烈風格與象徵 創作出這款帶有現代氣息的童話 故事內有一個活躍的女主角 結局並沒有白馬王子 細細刻畫著離開家庭 並背負改變世界的責任 讓每個玩家都能置身其中 非常容易融入劇情裡 製作團隊同時認為他們可藉由女性角色產生影響力 現在的遊戲非常欠缺奸詳的女性主導人物 而光明之子將對此做出改變 本作將在明年發射在多個平台上 後續的情報也別忘了繼續鎖定我們電玩宅蘇珮囉